在三月兩會之後 大陸發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其中最顯著的是港澳版 以後不再由國務院管轄 改為中央港澳版 這個一致之差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對於外界來說 黨和國家 中央和政府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比如說胡錦濤他是一個總書記 溫家寶他是一個總理 但是始終都是代表了兩個系統 雖然兩個都是共產黨員 江澤民是中共中央總書記 朱鎔基就是國務院總理 他也是兩個系統 再早一點就是毛澤東是黨主席 周恩來是國務院總理 他也是一個系統 那麼黨和政府 即中央和政府的分別